HELLO 大家好,我是Nik 那我今天來介紹一下Satos 它這個幣是比較冷門 沒有什麼人在講在中文區裡面 那它這個主要是遊戲幣 主要是它有串接到Steam Steam這個平台上面已經有600多款的遊戲 可以上去賺這個代幣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網站 那網站它這邊有寫說 它在Steam上已經運行了670多款 去打遊戲的時候可以賺這個代幣 那因為實際上我是沒有去操作去玩遊戲來賺這個代幣 我都是選擇來挖礦 那後續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再去 玩個遊戲賺個代幣試試看 那主要它這個幣有一個什麼優點 因為它是 獨一無二第一個在Steam上面 有串了那麼多款的遊戲 因為像之前的代幣像 Niers它也沒有那麼多款 它也是在5款以內 有一個代幣也是在5款以內 幾乎都在5款以內 沒有一個已經到可以是 串了600多款 算是蠻厲害的一個代幣 它主要就是讓你們玩賺 建立一個平台 跟Steam這個遊戲平台做串接 等於說你們都可以在那個 遊戲裡面賺取這個代幣 那這邊有寫說它燃燒了有10億顆 那這個在白皮書裡面可以看到 那我的錢包呢 會是使用那個Windows的錢包 Windows的錢包 這個只要下載 你就可以執行了 好那接下來 它有拿幾個交易所可以做交易 像是現在比較近期的 像XT交易所 還有蛋鎖 X蛋鎖 那接下來它抹茶 它可能在這個月底就會上了 所以這可以關注一下 因為它前陣子在募資 募資11月底的時候在募資 它也是一兩天就募資到錢了 然後後續就要上抹茶交易所 好這邊有它的Discord群 跟它的電報群 它現在有一個 中文區的話可以加入看看 因為現在人數很少 也才100多人吧 好這是它團隊 這大概你們可以到這個網站再看一下 掰皮出它是主要 因為它這個算法本來就是 抵抗ESIC 那對於GPU算是比較友善一點 那這邊有寫出它的總量 總量有80億顆 那銷毀了10億顆 那是它70億 那比較重點的部分 那來看一下路線圖 那它在第一季的時候 它發佈了它的核心錢包 那接下來比較重點的部分 應該是在它在第二季的時候 就已經上了400多款的遊戲 那在第三季度 就已經也上了600多款 那它現在比較重要的應該是行銷跟 跟那個比賽 豆塔的比賽 它未來會有硬體錢包的支持 那我們就持續的再看嘛 這12月份的時候 這個月說會有800多款 那其實這個遊戲代幣是真的蠻有潛力的 假設800多款 其實你在Steam上面 玩任何的遊戲都有機會 賺取這個代幣 行銷上面在Discord群有運行活躍的空頭 那我們直接介紹如何挖礦好了 那挖礦的部分 一樣你是選擇 倒配心表 選擇你的幣種 那幣種就是 SATOS 再來就是它錢包 錢包的話就是剛剛講的桌面版的錢包 那礦池配置嗎 我是用ACPUL 那這邊有寫 你點選這邊進來 ACPUL 那這邊有它的礦池位置 那我選擇 新加坡 SG 亞洲區的 那我是選擇它這個礦池 那一樣複製起來 那它這邊有寫 它說100個促進一次 那費用是0.9% 好 那你就按照我這樣貼上來 礦池地址 你就把它貼上來 亞洲區的 那再來它的算法 這邊都預設 預設好了 那我是用這個 10.14版 好 確認之後 OK 這邊主要重點就是 它是KAW的算法 好 那理論上就是這樣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你建立好之後就按 創建 創建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挖礦了 那我是介紹那個 T2A minor 那這是我A卡的部分 那這邊的參數是怎麼去 設定嗎 那我們可以看這邊 那這邊我是依照這邊的參數來去設定 它這個網站上面寫的 去設定 所以這樣超頻參數就差不多像是 網站上面的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要試的話 一個一個慢慢試 要去測試到一個 穩定嗎 因為有可能你這樣超頻之後 它會掉卡 掉卡又比較麻煩 所以這就是大致上做 DATOS的挖礦操作 那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幣價 那它這個幣價呢 它目前就從 這邊我這邊開始挖的嘛 這邊 0.009的時候 就一路 在昨天吧 昨天就一路噴起來 我的群裡面有最早是買了說 買100多萬顆 但它提早把它賣掉了 不過當初這邊也是蠻多人買的啦 買了四五四萬顆吧 那買起來放著 那到今天也搭了這一波的 漲勢 那現在就穩定在這邊 會持續的再往上漲 因為接下來就是要到 抹擦交易所嘛 所以它應該是還有機會再往上漲的 因為至少 它算是蠻創新的一個幣種 那所以我們對於它未來的估值 應該可以到 0.02 0.04上下 那時候大概市值在 20億喔 應該在20億上下 牛市的話可能會更高 贏那麼看的話 這個幣是蠻有潛力的 好那今天主要就講到這邊 主要是介紹這個薩托斯 那如果後續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感謝各位收看